特别感谢100%所提供今天这两双鞋子做拍摄 我先把这个子弹拿出来 哦对了 What's up everyone 这是Futureman的小屁 Hi 这两双鞋子都叫Socknut SE Premium 然后应该是同一个鞋款不一样颜色 我们打开我们入这双吧 哇 超级帅的这个颜色有没有 嗯 Socknut这双鞋子就是主打简单轻盈 你可以看到整双鞋子的设计其实没有太多余的东西 这个鞋身的材质采用的是很薄的布料 因为它想要穿起来的感觉就像穿着袜子而已 这次鞋身的材质看起来很像Fly Knee 不过其实它不是Fly Knee它也是编织的 因为Socknut这个材质印象来都是用编织 不过这个看起来是比较高级的感觉 要不然为什么它会叫Socknut Premium 这两双鞋子中底都有这个Promo Speckle的设计 不过如果我觉得这个黑色这双 中底是换成白色会比较Fly Knee 鞋子的后半段它是采用了比较厚的材质 然后鞋跟部分它有着一块塑胶 这些设计都是为了牢牢的套住你的脚跟 所以你在穿的时候这个后面会给予你的脚踝有包袱性跟Support 这双鞋子背后的故事就是在2002年的时候 总而言之Nike在2002年的时候委托了三个人来设计这双鞋子 而那三个人其实来头不小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三巨头HDM Hiroshi Fujiwara Tinker Hatfield Mark Parker Fly Agora You N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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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双鞋子就在2004年的时候诞生了 相隔了11年 应该有11年吧 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 Nike又在跟这个Fujiwara的设计团队 叫做Fragment出了一个联名款 成功把Sockdart这双鞋子炒得热翻天了 当时候定价也没有很贵 不过它就炒到很很很离谱的贵 全因为它就是有一个Fragment 然后过后它就出了一个平民版 一模一样的颜色 只是没有这个Fragment的Logo Nike真的很会赚钱 其实今年Nike算不错了啦 像马来西亚已经开始有Nike.com的官方网站 然后你也可以买到Nike ID 现在你也可以买到Sockdart了 所以让人很期待2017年的Nike 会有什么更好更厉害的东西 说到明年2017年呢 其实今天呢 是12月31号 大家都往外跑去聚会的聚会 吃大餐 Countdown倒数 party 狂欢不过小片 选择留在家里拍影片给你们看 如果我的YouTube突破1万个Subscriber的话 我就会做一个Q&A的影片 也就是Questions and Answer 你们所问的问题我都会在那个影片呢回答你们 所以你们尽管发问尽管Subscriber 记得在这个下面呢按订阅或者是Subscriber 因为如果你们没有订阅 没有Like我的影片的话 我根本就不懂你们到底有没有在看我的影片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麻烦按赞然后分享给更多人看 那记得去Like我的Facebook跟Follow我Instagram 我的Facebook是小屁哈 Instagram呢是敦尾 在这里你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更多影片 这是Future Made Siguina小片 我们下次见